明镜广播电台 世界日报发表记者李春的文章 题目是《打虎以外,王岐山的秘密任务》 过去四年来,北京召开人大政协全国两会 除了习近平、李克强 王岐山是个特别的焦点人物 今年仍然如此 关注点还有新的特殊背景 王岐山就任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以来 打了不少大老虎、特大老虎 还开了好多先例 比如在两会会期打虎 有人开幕前夜被双规 有人闭幕当日就被带走 是以有些问题残身者到北京开两会战战兢兢 而社会上则很好奇 下一个被王岐山打的虎是哪一只 当王岐山今年两会再成焦点人物 没有两个特殊背景 两个都于今年中国政治大事 秋天要召开中共十九大有关 三月五日 文大会议开幕 王岐山正经危坐之际 有人递小纸条来 连习近平都好奇的隔座相望 首先一个特殊背景 是中共十九大将到 反滩瘫打虎是否要告一段落 这个背景是十九大上中共高层将换界 打虎大帅王岐山是去是留 王岐山在这次两会期中 对第一个特殊背景有直接的回应 但对另一个特殊疑问留下悬念 王岐山这年两会中 跟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样 第一天就到政协组 然后下四个代表团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团 王岐山以老市长身份 出席北京代表团 那天王岐山讲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叫三结合 即要把全面从严治党 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 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调查权限 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一个叫分工分开论 即在领导下党 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 要回应有关的悬念和猜疑 政界有人说 其实王岐山现在有两大新使命 一大使命是王岐山提出 今年反贪反腐不仅不收兵 还要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要把党的纪律检查反贪 升华为国家监察机制 王岐山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定位为重大政治改革 以求加强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 反过来又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 与之相关联的是他牵头起草 国家监察法 明年三月人大会上要完成立法 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监察体系 王岐山的另一大使命 是要承担十九大选人用人的政治责任 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党代表 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和省居领导单子 打好政治观连接观 他已表态 十九大前要对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一票否决 确保选对人用好人 他又特别强调要同违反党的纪律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对搞自由主义 宗派主义 分散主义 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 阳奉英为 拉当结派的 要严肃查处 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在王岐山这两大使命之外 其实王岐山是否未来有新的政治使命 已悦然指上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各位收听